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在这中间所扮演的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 他如何用这一篇讲话来为他自己彻底的盯上历史的耻辱注 而完全的做这样一个定性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的这个讲话的内容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先看一下这个讲话的第一部分 那么李鹏呢在这次讲话里边最初呢 先抬出了政治局常委 还有呢这个中央国务院的这个会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 这次的这个首都党政军的这个会呢 并不是他自己的这个意思 而是呢 他作为呢国务院总理啊 是奉命行事 其实李鹏呢仕途啊 李鹏呢仕途呢 就是在转移人们对于他呢 对于六四的这种啊 在这前边啊 为共产党的这个保守派摇旗呐喊的这么一种不光彩的角色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就是这一部分呢 他接下来的这个讲话内容 在李鹏讲话之前的时候 李鹏提到 他说北京市委的同志做了一个详细情况介绍 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李鹏做这番讲话的时候的视频资料啊 李鹏的讲话的这个表情呢是相当严峻的 而且呢 看上去他自己的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为了保住他的这个政治前途吧 在中共那种啊血雨腥风啊 而且是卑躬舍影的那种政治环境下 李鹏呢 只能够做出一个 让邓小平感到满意啊 为共产党能够保住江山的这么一个决定 我想李鹏的那个位置呢 只能够是当马前卒和前面的打手的这个角色啊 他必须成为邓小平的提线木偶啊 因为他只有这样才能够 让他呢 在官运横通啊 包括他以后呢 这个对于中国政治的这种啊 可以说呼风话语的这种操控啊 其实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 那么李鹏呢 在这番讲话里边说 那么经过呢 呃 原来的时候呢 就是呃 当时呢 中共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 中国的形势趋于平稳 但是到了五月份之后呢 啊 李鹏呢 又再次抬出了动乱这个词 来给学生们的这个运动呢 扣帽子 然后游行示威等等啊 群众多 啊 李鹏觉得这些情况呢 事实上这番讲话里边啊 第一部分承诺的重点就是 他认为这些东西已经啊 完全的影响到了啊 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说 这个地方已经呢 让李鹏不自觉的暴露了 他认为的啊 什么是动乱呢 凡是对共产党不满的东西 都会统统的被定性为动乱 这就是李鹏呢 在这个第一部分的讲话当中 给我们透露出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 就是共产党这种扣帽子文化 在那个时候表现的已经非常淋漓尽致了 更何况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李鹏呢 把这个学生们的这一番啊 爱国主义的 而且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啊 中国的民主宪政进行呼吁的这些街头运动污蔑城 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和声誉的一些动乱 事实上 他不是在损害啊 中国的国际形象 他损害的其实是中共的形象 中共啊 李鹏在这个地方啊 是把中共和中国进行了一个混淆式的宣传 也就是说 他这篇讲话的第一部分 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我在前面曾经讲过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中共的不等于中国爱国也不等于爱党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方法论呢 体现在了这个实际的这种案例分析上 李鹏的这篇讲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让我们看一下呢 中共啊 究竟是不是等于中国的 李鹏呢 接下来呢 又提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活动 因为当时呢 天安门广场啊 有一些学生已经开始领导人们 参加一个绝食 其实这个绝食请愿活动呢 呃 它呢 是一个学生们想要迫切的啊 让共产党能够回应他们的 对于当时中国 首先一个要称之腐败 再一个呢 呃 要对中国实行更加宽松的一些政策 共学生们其实当时还并没有呢 完全的想要推翻共产党 那李鹏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这种绝食活动呢 而认为呢 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 利用了 说这些绝食学生变成了人质 然后呢 以这些学生人质为来 要挟中共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 说李鹏呢 把这些学生污蔑成什么呢 连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的 所谓暴徒 所以说李鹏呢 这篇讲话通篇贯穿着 呃 李鹏和中共政府的那套逻辑 那就是威胁中共的这个政治条件 和政治根基的任何的不同的东西 都可能成为啊 中共政权的彻底的敌人 而被冷酷和无情的对待 所以说呢 呃 李鹏的这篇讲话 也可以认为呢 是对于广场上 长期已经实行绝持的那些学生的一个 最后的通牒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李鹏又怎么辩解的 然后李鹏说 哎 把这个呃 对学士学生进行治疗抢救 然后呢 呃 向学士学生进行这个呃 一些救援的啊 这样一个良好的这种角色的 哎 这个帽子呢 扣到了中共的头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李鹏呢 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在拉拢那一些啊 在广场上进行示威游行的和绝食的学生 让他们感觉到哎 中共呢 对他们是很好的 很好的去照顾他们的生活 然后呢 对他们很讲人道主义 大家都看看到了后来呢 李鹏这篇讲话之后 没有多久 天安门广场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 那一次事件呢 让我们看到李鹏的这篇讲话 无非就是寒沙摄影的 在警告学生们 如果我们对你们已经够人之意见 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那我们只能够用枪来对待你们 你只能用子弹来对待你们 这就是李鹏这篇讲话里边的逻辑 可以说共产党软硬兼施的对待学生运动 而这篇讲话就是软的这一部分 李鹏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唱一唱这个红鸟 唱一唱红鸟 那个等到六四事件的时候 他就已经完全的撕下了他的人皮 变成了一个完全兽一样的东西 他已经不再是人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李鹏呢 这篇讲话啊 通过这个第一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 中共呢 对于学生们 这个任何的这种关爱 其实都是在把他们往火坑里边推 给他们制造一种啊 最后呢 被镇压 被强制失踪 被关押 被判刑 被通缉 被抓捕的 这样一个口实 这是中共呢 这篇讲话看上去和颜悦色 但实则 免礼藏真的 这样一个非常的险恶的用心 可以说 邓小平呢 和李鹏在背后啊 不知研究了多少啊 怎么样在这个适当的时机 发出一个 能够为中共的推卸责任的这么一篇讲话 而这一次的啊 这个李鹏的这个首都党政军讲话 无不体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阴谋 那么李鹏呢 接下来说 那么极少数的人通过动乱要达到政治目的 很明显这个时候 李鹏还是在什么 把这个学生们进行分化 说就像我前面曾经分析过的四二六社论是一样的 他企图呢 是让学生们感觉到 哦 我们是大多数人是好的 那其实这个时候 李鹏正在悄悄的一种逻辑 植入到学生们的这个运动当中 那就是呃 大部分学生还是支持共产党的 他其实呢 已经呢 面对啊 当时学生们提出的这个严酷的啊 或者说对中国那种啊 腐败盛行 一党专政的情况进行任何这个改造的时候呢 李鹏啊 已经失去了任何的耐心 而且中共呢 也感觉到啊 没有任何的诚意 对学生们进行回应 所以说这篇讲话完全就是在搪塞世人 给中共后来的血腥镇压 制造了借口 好的 关于呢 1989年的五月份 首都党政军的这个大会上 李鹏的这一篇讲话的这个第一部分 我们呢 先为大家呢 这个分析到这里 那么下期节目 我们为大家分析这篇讲话的第二部分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的这篇讲话的东西 我们下期节目的这篇讲话的这篇讲话的这篇讲话